武漢肺炎的疫情越来越险峻了 而且在中国的武汉 还有非常多的台湾人被滞留在当地 而现在传出了第二批的包机 将会在今天出发 是由华航还有东方航空 将400多名的台湾人接回到台湾 而人数差不多就是400多人 而对于这样的说法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有了最新回应 我们这样怎么说 还在紧密协商 你提到的人数大概就是400出头人 那将来还有600多个 我想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 刚刚店长也提到了 量力而为 所以这一波如果能够顺利成型之后 我们大概再演绎下一波 那人数大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400出头而已 现在借着委员的关心 其实真的拖了一段时间了 已经来到比较好 所以基于尊重 我们也不要说先给他讲 就是最后确定的时候 指挥官会宣布 疫情中心会宣布 然后等到安全反抵国门 才是最最最最大的努力 好 那一号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了 基于双方尊重的原则 现在还不适合对外讲太多 所以一切的信息呢 还是得等到指挥中心 统一的对外公布 而另外呢 其实现在的武汉肺炎疫情 在欧洲是不断的蔓延 尤其是在意大利 更是已经宣布要全境封城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台湾人 现在还在意大利 究竟他们要怎么赶快回到台湾呢 我们来听听外交部长 吴昭燮他怎么说 第一类的就是那个旅游团 现在已经没有 完全没有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侨胞以及台商 一共有四百五十名左右 尤其是学生 大约有两百名 那我们的代表处 都跟他们有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如果有任何人需要离开的话 我们会提供他们选项 现在还是可以离开 只要准备一些证件就好 那我们是在协助他们 那如果说有任何人提出来的话 我们都会协助他们提开 那我们听到吴昭燮强调了 现在在意大利当地 其实还有大概四百五十多名的台湾人 而其中包括是两百名的学生 还有两百五十名的台胞或台商 而另外旅游团的部分 现在当地是没有任何的旅游团了 而吴昭燮也强调了 外交部会尽全力来协助 所有的台湾人 所有的国人赶快回到台湾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状况